Hello,各位来,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一个月以前,厄瓜多尔兰员曾经借着母亲节的机会游过一次打折促销活动 其实说起来呢,在厄瓜多尔兰员打折促销的历史上,这次活动的力度并不是很大 有一些兰花呢,参加20%的折扣,另外一些兰花不参加 但因为他们上架了一些我特别想要的兰花,所以最终我还是忍不住下了一单 今天呢,这一单终于到了,所以呢,我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我这次呢,买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兰花,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我到底买了哪一些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刻哦 另外,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赞,订阅并留言 谢谢大家咯,现在我们就来开箱吧 好激动啊,这是第一颗 非常的大 差不多有整个箱子那么长 这是它的名签 Anguloa Ibornea Anguloa的中文好像是叫做郁金香兰 因为它们的花非常像郁金香 我以前从来没有买过这一类兰花 我这次买呢,完全是抱着长鲜的一种心态 因为价钱比较便宜,所以我就想买一颗尝试一下吧 没有料到有这么大颗 哇,这可能是我所有的兰花里面最大的一颗了 鲁金简直是太巨大了 叶子也很大 这边呢,有两个心芽 下面的根系完全长成了鲁状 啊,这么大我很开心 但是呢,现在又开始担心没有地方放它 掉了一片叶子,没关系 鲁金呢,有点发皱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缺水的缘故 还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总之呢,第一颗我很满意 好,再来看第二颗 这是一颗什么呢 它的名签在这里 Onsidium Camillita Portia 对,这是一颗文心兰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从Aquageneral买过文心兰 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因为我发现它跟欧洲的一些文心兰呢 有很大的不同 我特别喜欢这一颗的颜色 是橙色的 这一颗的状况不容乐观 你看,这一片叶子发霉了 然后有很多叶子上面 感觉都有腐烂的迹象 然后这一片叶子直接掉了下来 哇,这一片叶子也是 我不知道这一颗还有没有机会活下来 总体的感觉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呢 太潮湿了 好,再来看第三颗 这是Catlia Doriana 也就是多维卡特兰 然后这一颗应该算是卡特兰中的王后了 我这次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这一颗才下的单 这一颗成猪非常少见 而且呢,非常的贵 它们家卖60美元 打折以后50美元吧 不过说真的 它比我期望的要小不少 然后呢,它的两个大的球巾看上去还可以 但问题是只有两个比较成熟的杆 一个杆就要25美元 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其实在欧洲也能够买到差不多大小的多维卡特兰 价钱可能还要便宜一些 我本来以为厄瓜多尔的多维卡特兰会大一点 结果呢,也是非常小的 看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两三年是不大可能开花的了 好吧,这颗就看到这里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颗 这依然是一颗卡特兰 它的名字是Lalia Paparata Variation Workhousery 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紫灰唇婆婆 其实我去年曾经从Equagenera买过好几颗不同颜色的婆婆 其中有一颗冬天还开过花 但这颗呢,去年一直缺货 事实上今年也一直是缺货的 我当时下单的时候买了一颗石壶 但她后来写信告诉我说那颗石壶没有了 恰好当时呢,欧洲男友群有一位男友给我提供线索 我说他们现在有这一颗 所以我就侥幸地问了一问 结果果然真的有 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换了这一颗 很可惜这边两个心牙都被碰断了 感受还可以 七八根的样子吧 不过最下面的这三根牢感看上去 没有什么牙眼 应该没什么用 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是这一颗 再来看下一颗 应该是第五颗了吧 这颗呢依然是一颗卡特兰 这是卡特兰 这是一颗非常老的杂胶品种 它的两个青本能分别是 Vialesia和Vasavichis 居然是带花包来的 太让我惊喜了 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次兰花都太湿了 你看这一片叶子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水汽 这个一撕就掉了 其实这颗我去年曾经买过 但当时杆数很少 而且呢我没有及时上盆 后来等我上盆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它的杆都干掉了 这次收到的这颗比上次要好太多 不过杆应该是都干掉或者烂掉了 我想没关系 它有这么多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根杆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哇原来这边还藏着一个花苞 太好了 从Aquageneral来的兰花 如果带花苞 经常还是能够打开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一颗就看到这里吧 好现在再来看下一颗 这颗个头也不小 它的明天在这里 Odonia Amethyst Gem Lavender Lou 它的名字里面有Amethyst 也就是紫水晶和Lavender 生意草两个单词 所以呢可以想见它的颜色应该是紫色的 这是一颗 算是文心兰吧 不同种类的文心兰杂交而成的 这颗看上去状态相当的不错 甲林金的树木也不少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根吧 我感觉根应该不是很好 果然根几乎都没有了 不过我觉得应该没关系 它有这么多球精 我把它种在水苔里面 我相信应该很快能长出新根来的 好吧 这颗我也算挺满意的 好我们继续 接下来这颗的名字是Miltatia Aztec Nau Miltatia呢 它是米尔特兰和蜘蛛文心的杂交 其实在欧洲呢 这一类杂交市面上也并不少见 不过呢 大多数颜色都比较暗淡 这颗是少有的鲜亮的紫红色 我觉得特别特别美 所以呢 这次就买了一颗 也算是让我的收藏更多样化一点吧 这一颗呢 有两个比较大的 应该说三个球精 然后呢 这两个新的球精 现在呢 又在长新的杆 根几乎是没有了 不过 它的球精比较饱满 基于我的经验呢 应该可以很快长出新根 好我们继续 我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多少颗了 这依然是一颗卡特兰 卡特亚阿玛套 它的两个青本呢 都非常有名 一个是Paparata 另外一个是Maxima 这一颗呢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粉色的 另外一个是紫色的 这两个版本呢 我都非常喜欢 我先买了粉色的版本 后来又买了紫色的版本 两颗呢 都开过花 可惜那颗粉色的 因为我没有及时上盆 后来等我上盆的时候 它也是已经 用尽了能量 所以呢 这次我又买了一颗 这颗的状态 其实没有我去年 买的那颗粉色的状态好 你看这边这一根杆 也是没有什么用 一共是六根杆 有一根杆刚开过花 另外一根杆带了花鞘 这是最新的一根杆 怎么摸起来 好像有点烂掉了似的 总体而言 我觉得还能说得过去吧 不是特别的好 但差强人意 可以这么说 在网上买的兰花次数越多 我就变得越宽容 好 接下来 再来看这颗 它的名字是 Catacetum saccatum 这是一颗原产于 南美洲的飘纯兰 其实Aquagenera网站上 飘纯兰 天鹅兰之类的 种类很少 这次呢 我看它有几颗 而且都相当便宜 所以呢 我就想买一颗试一试 其实呢 说真的 这一颗的花 我本身并没有觉得 特别的漂亮 而且据说也不香 我也是抱着 长鲜的态度买了一颗 反正价钱很便宜 好像只有十几美元 现在呢 是两根心感 都在长叶子 然后根好像 很不错的样子 这颗我要赶紧 把它放到水里 说不定还能 保住它的根 好 再来看下一颗 这是Brussels Catlia St. Andrew 是我前面介绍的那颗 多维卡特兰 和叶夫人的杂交种 这颗我想要很久了 据说呢 很好养 我拿到的好像是 两颗分珠 状态不能算很好 不过 也还算说得过去吧 在网上买兰花就很难 磕磕秤心如意 好 接下来依然是一颗 多维卡特兰的杂交种 Catlia Fluvesens 它的两个清本分别是 多维卡特兰和 Catlia Fluvesensi 这颗呢 其实也是 可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市面上很少见 然后呢 我这次看到它 我就觉得 简直太漂亮了 虽然这颗没有打折 30美元 但我也决定把它买下来 但坦白讲 这颗让我非常失望 这明显是一颗小苗 绝对不是成熟猪啊 哎 这颗太让我失望了 我希望我能养到 它开花的那一天 它的花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感兴趣的兰油 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不过我建议 不要从Aquigenera买这一颗 好 接下来是一颗蝴蝶兰 Phalenopsis violacea 其实呢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颗原生种 紫纹蝴蝶兰 或者叫荧光蝴蝶兰 我为什么要从厄瓜多尔买呢 因为欧洲买的 很多都是从台湾来的 我在想 也许厄瓜多尔的 这种原生种的蝴蝶兰 可能会跟欧洲贩售的 有所不同 但这颗太让我失望了 这么小 完全就是一颗小苗 而且这颗还不便宜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5美元 这么小一点点 在欧洲 我完全可以买到 一颗开花猪的 哎 让我说什么才好 这就是蓝友口中的 鼻屎苗吧 真的太小了 接下来这颗是 New Finish of Alcarta 日本枫蓝 我买它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跟前面一颗一样 这颗其实在欧洲市面上 也很常见 比较小 不过枫蓝一般来说吧 植株都不太大 这颗我觉得还算勉强可以接受 不知道是不是开过的 花 的花梗 不算太好 但也还可以说得过去 接下来又是一颗蝴蝶兰 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是象尔蝴蝶兰 Phalonopsis gigante 应该是非常大的才对 当然了 我本来也没有期望它能给我特别特别大的成熟猪 但这颗显然也挺小的 果然只有两片叶子 第三片叶子被剪断了 所以只有两片叶子 这颗我不知道到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开花去了 象尔蝴蝶兰长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慢的 所以这颗如果知道是这么大我绝对不会买 又被骗了 我真的想投诉一下 我以前从厄瓜多尔其实买过两次 也不是每一颗都很好吧 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投诉 但这次这几颗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生气 那么我本次购买的14颗兰花呢 全部都在这里了 然后下面这些比较大 上面那几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小 然后最大的是这一颗 玉金香兰 简直是一个巨人 然后下面这几颗文心兰 也还不错 蜘蛛的大小我觉得还算可以 然后这边三颗大型的卡特兰 无论是杆树还是蜘蛛的健康状况 我觉得都还不错 那相比较而言 这边三颗卡特兰就尤其让人失望 一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比较贵 所以我觉得我有理由期待它们更大一点 同样这边两颗蝴蝶蓝也是让我失望透顶 小的不能再小 尤其是紫纹蝴蝶蓝 最后这颗日本风蓝和这颗飘橙蓝就还不错吧 总结一下我在Aquageneral三次购买蓝花的经历吧 我的总体感觉是它们家有一些类别的蓝花很值得买 比如说卡特兰或者是美洲多兰 美洲多兰我这次没有买因为上次买太多 通过这一次呢 我觉得它其他的一些类别 比如说像文心蓝或者是郁金香蓝也不错 但不要从它们家购买原产自亚洲的一些蓝花 比如说日本风蓝呀 还有像原产自东南亚的这些原生的蝴蝶蓝 希望各位能够汲取我的教训 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喜欢的话请帮我点赞订阅并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